刘良伟跟江长安 两个人在大学是电子物理系的同班同学 刘良伟当年为什么要到浦城去 这是刘良伟自己讲的 他说当年呢 他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要去读书的时候 他要出国的经费都手上都还不够 你知道吗 是浦城的董事长这江董呢 还跟别人借钱来给他出国读书啦 所以刘良伟后来到浦城去上班 为了是什么你知道吗 还这一份钱 而且刘良伟他自己在美国 他其实有在创业 他自己有开公司 可是他公司是被鸿海给收了 所以其实刘良伟也欠鸿海一份钱 那当然收购可能价钱不错啦 等于说也是救了刘良伟一把啦 所以刘良伟基本上就是欠了江长安一份钱 所以去浦城 他也欠了郭台鸿一份钱 所以他又去了鸿海 对 所以在浦城那四年是怎么样 还江长安的钱 然后呢 到郭台 到鸿海 也是要再还郭董的钱 欢迎好朋友来到 古海大丈夫之陈城聊产业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股陈建成分析师 建设老师好 田征好 田征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昨天跟大家聊到了所谓的驱动IC 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 而且还帮大家分等别类喔 然后帮大家切割出来 有不同的一个区块领域使用 对不对 老师为什么这样笑 因为你刚刚一开场介绍说 欢迎来到古海大丈夫之陈城聊产业 我突然想到一个梗你知道吗 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 色雕英雄钻之东斜西竹 那我们这会叫什么 神雕侠侣之 就是好几部曲这样 对对对对 我当年看那个 色雕英雄传的时候 也有 我知道它不是你那个年代 对啊 你那个年代还在用那个BETA VHS VHS 录影带的那个年代 小时候都在看VHS 大家都要跑去那个 那时候那个 录影带出租店 录影带出租店也很赚钱 我记得那时候还要付月租费500块压在那边 然后租一支片扣30块 对对对 我都去租卡通 对啊 扣30扣30 想到那个 那些年我们追的录影 天啊 我们追的港剧 有没有 对对对一整套 我还记得每次一看 看刘德华跟陈玉莲的那个神雕侠侣 好好看喔 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在追剧 对 我跟你讲 那个年代你去追剧的 你现在都完蛋了 什么 高中都考不好 我那时候还好我还在小学的时候 还小的时候 我反而是后来你知道吗 回头去追 因为现在的很多平台 你在网路上你都可以 这对现在可以重看 如果你当年 对 你被爸妈禁止 不能去看那个年代的港剧的 土流香啦 对 然后那个什么 现在都有 对啊 金庸系列的 抽老红 对不对 荣荣 上海滩 对 苏荣荣 对 上海滩啊 好 等等等等 刘德华跟陈玉莲版的神雕侠侣 对啊 好精彩 梁朝伟版的笑傲江湖 好不好 笑傲江湖的是周润发 梁朝伟版的陆鼎季 对 陆鼎季 韦小宝 他是真的演的最精彩的韦小宝 对 很精彩 你其实现在上网路 可以收到当年的版本 因为TVB把它全部都上架 那时候香港的TVB 全部都上到YouTube上面 你可以去看喔 所以那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港剧 现在 也许改一天 改一天我们不要这么闷 我们来那一年 那些年关于我和港剧恋爱的故事 是我们追过的那些剧 那很精彩 好像TVB的老板是雪红阿姨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啊 雪红阿姨也许给他买下来了 我记得他把TVB也买下来了 因为以前是那个什么 TVB应该是啊 什么爵士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对对 以前那个香港非常有名的 我记得雪红阿姨就把TVB买下了 哦 果然雪红阿姨会赚钱啊 因为他现在怎样上架到YouTube上面 所有的点击点阅他还可以有营收赚进来喔 好 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就是 古海大方之货 古海大方夫之城城聊产业 对啦就是这样 不然我脑袋已经去想到 情义两心间的歌曲了 真的喔 对 他们的主题曲都好好听 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唱过的 对 老师我们下次是不是要做一个 城城聊产业的主题曲 我们等一下不是就是 要去happy 公司要去团建吗 我们团队不是要去团建吗 欢歌 我们演这首情义两心间 那很难唱啊 我特别喜欢柳德华唱的那一个版本 真的吗 因为它是夜什么 夜 夜的 不是不是夜的 城 不是 忘记了 好 反正它那个版本很好听 我喜欢柳德华版的 情义两心间 很好听 好 老师我们接下来帮 登登登登登登 把比赛筋很满 老师立马就可以来两句 好了 回来正题 我们整个聊产业也要来个主题曲 真的 请女儿帮忙写一首好不好 可以啊 请女儿帮我们写个主题曲 好 好 我们今天只要聊的是驱动IC啦 不好意思 连续昨天的 我想因为驱动IC的范围才太广了 是 我们不想要随便便便交代过去 老师很认真的 像太辜负认真追我们每天聊产业的粉丝们 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深入的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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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来 今天我们从标题去看 我们昨天是不是这三天 这几天我们是不是拿了那部车车 对啊 那台车老师解体拆拆棚了之后 对然后那台车里面 有很多区块 好几个区块 对 然后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到说 没有被圈起来 没有被圈起来 叫做区斗IC 是车用 对 区斗IC 面板的那一块 对不对 对 那个图 那车用面板那一块呢 我不想跟你讲莲勇 我不想跟你讲友达 对 群创 那我们知道我们台面上最 比较两大 这个面板区斗IC供应商 当然我说除了联发科 并了诚兴的以外 那就是莲勇 那再来瑞鼎 好多股价很高 但是我今天不想跟你谈那一些 高价 高价 好 有富爸爸的区斗IC 撑腰的这一些 区斗IC 区斗IC的风花学业 莲勇是属于莲 对 莲家军的嘛 对 然后那个瑞鼎是友达 是友达集团的 对 好 那接下来 那我今天想不要跟你 想跟你谈的就是 嗯 天玉跟 普城 普城 老师 天玉不是也有父爸爸吗 可是父爸爸退出啦 父爸爸不要他了嘛 之前的父爸爸是阿明哥哥 阿明哥哥啊 你看我们今天的说图 我上面就讲 看到阿明哥啊 阿明哥 还有刘董 刘董刘良伟 对 现在现任刘董嘛 那我们特助委帮我们做出了超级比比 既然讲到这两家 天玉和普城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 好 回来再跟你讲 这两家中间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有什么关联吗 对 或者是交叉之处 对 好 我们来向你看一下 我把普城跟天玉 我想金鸿我放到之后讲 好 我们先用这两家来比 当然金鸿我会比较把它偏向在 这一个电子纸那一块 电子纸 老师天玉他也有做耶 对不对 电子 对 他在卖场什么Walmart里面也有 所以严格来讲就是说 你要把金鸿也放进来 那也OK啦 因为天玉跟金鸿的重叠 有电子纸这一块 因为我们昨天有简单 聊一下 其实金鸿这几天的股价不错 对啊 然后天玉的股价在第三季鸡包出来之后 就开始又闷起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来 那重点就是在普城这家公司 好 那不管怎样 卖关子下一节再来卖 这一节先 跟大家做一个形式上的比较 好我们比一比 好我们比一比 好对 我认为各位你要做股票 你要先了解这家公司的产品内容 是 对不对 比如说你做 他做什么呢 比如说你做IP股 对 四星KY 创意 金星科 M31 他们都是IP股 力旺 但是他们的IP是什么样的IP 你要去了解 懂了 那我最近是不是在跟你超级比一比 金星科跟艾普 那金星科跟艾普 其实艾普也是有一点IP成分 可是艾普的IP比重 其实不高 占应收比重可能只有15% 像金星科这种100%的 基本上是纯度高的 纯度高的有差 所以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内容 懂 好 那我们讲说驱动IC 我们这边有简单给你一下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普成他LCD的驱动IC 占67% 其实蛮高的啦 对几乎 蛮高的对不对 然后呢 六成以上 天狱在显示器的IC这一块有51 一半左右 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前两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还有NB 然后电视的面板的驱动IC的缺货 大缺货 对天狱的营收获利也供性很大 最主要因为他这个占了一半 显示器的驱动IC 对 然后呢金虹我们就先不讲 好 好 那其实这一块你再来看一下这个普成的部分 普成他还有什么马达驱动IC 这是什么马达驱动IC 是车用的吗 马达这一块 汽车里面是不是有马达 对 昨天老师有讲到嘛 就是传统的燃油车里面的马达 对 汽车里面这一块有马达 所以马达的一个驱动IC 然后还有什么 LED 还有这个LED照明 ok 那这个当然我想我们这个数据是根据过去的 好 可能这比如说这几个月 可能有变化 比如说去年跟今年整个公司 常常有时候会做这个产品组合调整 对 他可能毛利高的 然后营收在趋势成长的 也许调整过来的时候营收占比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ok 那天狱呢 你看到还有这个手机的 有没有 还有其他 那包括我们刚刚讲电子纸那些 他也有 也有 那你从这个营收来看的话 A普成今年13亿 对 天狱呢 也是13.7亿 也是13.7亿 那跟去年同笔比累积有没有 一样是负成长 对 负成长 ok 那毛利率我们来看一下 好 毛利率呢在第三季各位请注意 注意 请注意喔 天狱的股价是200多块对不对 当然减之过 跳上来 对 他的毛利率是33.5 是 但是呢 普成 普成的毛利率是35 35 对 ok 好 可是在讲到盈益率的时候 当然毛利就是单纯你产品 卖出去 对 你中间跟你的产品的成本 单那个产品的料的成本 那盈益率是什么 盈益率就是你要把公司的管销 什么都要加进去 对 比如说普成可能 人养的很多 是 或者普成的这一个 其他的费用很高 比如说研发费用 对更高 好 所以你看天狱在盈益率的部分呢 是15.3 但是 那个普成的盈益率是负的 负5.5% 好 那再往下看 那当然再来就是税后净率了 好 那税后净率呢 天狱是15.5% 好 那普成的话在第三期是负的0.13% 那再来就讲获利了 好 那每股的获利 EPS 好 天狱是3.82 那普成呢是0.01% 换句话说 普成勉强怎么样 损益2平 是 刚过 有没有 那再来看上半年 上半年呢 天狱是赚5.39% 5.39% 那普成是0.29% OK 那在整个到前三季的话 哇 天狱赚9块了 对 那普成是0.3% 也是赚了 小小赚了 对小赚 好 那你去看说 哇天狱赚9.21% 所以难怪人家天狱现在股价200多 200多块 对不对 那普成只有30块 对 好 再从谷本来看 天狱的谷本12 那普成的谷本多少 18 我如果是普成的财务长 我应该会想办法 让普成的谷本怎么样 变小一点 瘦身一下 剪肢一下 对 剪肢一下 剪肢一下 他可能接下来会活泼一点 对 不然就 不然就学什么 博具啊 博具不都是喜欢这样 对 就是陈泰明的 最会的 经营方式可以让他稍微考虑 不然就怎样 会不会这一集 讲完之后 不然我们回来一下好不好 其他的一些那个CEO老板们 会不会这一集做完之后看完之后 晨晨你不要再投顾了 是被投顾担户的CEO 你在投顾你要怎么样 你要见 你要见众生 你要见天地见终生 对不对 你要拯救这些 万千古民 万千古民 于水火中 对不对 在这古海宰不宰神之中 老师 你要救他们于出水火之中 对 来 所以你看我们的使命多大 真的 老师肩负了多少的使命 对 那如果老师直接去这些企业里面 做财务长的话 所以你就知道浦城的老板很老实 为什么 因为其实浦城里面这么多IC 一定有亏钱的IC 一定有赚钱的IC 对 我跟你讲聪明老板要做 搞财务操作的 他就把赚钱的那个部门分出去 独立出去啊 对 你知道吗 你以前最喜欢玩这种事啊 交加不是也是吗 对啊 把新唐也切出去 反正把赚钱的切出去 那再把这个切出去的EPS做很高 对不对 回馈到母公司 对 然后 没事 我想会不会回馈到母公司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分科出去 对不对 也许刚开始是百分百 就是说 有时候 刚分科出去 也许刚开始是 这家母公司百分百持股 可是呢 你知道吗 分科出去又会再搞一些财务操作啊 比如说就卖掉啊 然后 有些人就在低价再买进来啊 然后变相变成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啊 老师你讲多了 对 就这样 大家明白有好了 好 就是说我们浦城老板是一个老师人 老师的CEO经理人 好 好 那 其实 我们刚刚讲到 光从这一点 比如说我刚刚讲浦城 是 这个 在 LED 照明驱动IC这一块 是 在这一个 LCD驱动IC这一块占比6 7 但是 其实浦城现在 嗯 的占比 为什么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两三年前那时候面板去弄一在大标的时候浦城没有那么标 嗯 嗯 因为浦城浦城的这些IC 嗯 一半以上都用在哪里 车用 他比较偏车用 浦城的使用 对车用 好懂 那如果偏车用 嗯 那其实去年 疫情去年 NB啊 消费型IC 嗯 整个都下来的时候 嗯 诶浦城反而怎么样 嗯 就上去了 对 浦城反而没有因为这个受到伤 反而因为怎么样 嗯 因为车用不错 对 那你知道他的大客户是谁吗 浦城的大客户 你记得我们前几集 我们在讲 车用这块 我们把 全球市占 第一名是比亚迪 对不对 电动车的第一名 对不对 对 嗯 第一名就是我记得第一名是比亚迪 第一名是比亚迪 对 诶你知道 光比亚迪在这两年 他的电动车成长就三倍 哇哦 因为他比较走平价 他的销量成长就三倍 他平价路线 然后他不是超车特斯拉吗 对啊 超越了 所以如果你要说台厂 嗯 纯度高的比亚迪 供应链 干供应链的话 浦城就是了 那应该是以浦城来讲 就是我说 我讲纯度高于说 这家公司的营收 他手上的大客户占比 对这家公司的 营收占比 供应度大的话 那我认为 台厂纯度高的比亚迪干燕股 应该会是浦城 懂了 至少不是唯一那 至少是其中之一 浦城 ok 好 那我们要讲到说 刚刚不是要讲到说 这一个浦城 浦城 他在过去 他占比是在车用比较高 为什么老板这么故意 对不对 干嘛不把这个切割出来 好好子公司再来炒一波 有没有 我讲到这个 其实 如果说到天 也能再买买买 也能再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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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欢迎您一起来聊聊 这个时候不只是古名的故事 古名的故事 几言说不清 那是要干嘛 我们是他可爱如风中 这就是古水又丹不串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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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好 老师我们要讲故事 浦城有什么故事 好 来 各位如果你知道浦城的董事长叫江长安 江董 对他是教大电子物理系毕业的 台青交承 又是顶尖学霸 刚刚是不是跟讲天狱 天狱曾经是鸿海阿明哥入主的公司 对不对 可是鸿海不是说退出天狱团队对不对 他一弃了天狱 各位 可是现在鸿海的董事长是谁 刘董 刘良伟 刘良伟 有没有 刘董啊 那各位如果你去搜一下刘良伟之前的经历 刘良伟在鸿海之前 他是在 他进了鸿海当郭台铭的特助之前 刘良伟在哪你知道吗 刘良伟在浦城干了四年总经历 原来他是从浦城被挖角过去 对 那刘良伟当年为什么会去浦城 刘良伟跟江长安 两个人在大学是电子物理系的同班同学 从同学现在变竞争对手 是吗 因为他们后来变一个在天狱一个在浦城 他们就变成竞争对手吗 过去啦 严格讲可以算一点点是 因为其实有区隔嘛 我们说天狱他比较在大尺寸面板的IC 普正比较偏修有 因为群创嘛 所以天狱比较在大尺寸面板IC 因为前两年不是联友达群创都在飞吗 因为缺的是电视驱动IC嘛 对 所以联友对不对 天狱敦泰 手机IC的都缺嘛 对 所以那时候股价都喷嘛 他浦城比较在车用这一块 车用就比较闷 所以那我刚讲说 刘良伟跟江董 江董 曾经是同事 我觉得没有什么爱恨情仇啦 同学 我觉得有同窗之谊再加上 各位 如果你有认真在关注产业新闻的话 刘良伟当年为什么要到浦城去 这是刘良伟自己讲的 他说当年呢 他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要去读书的时候 他要出国的经费都手上都还不够 你知道吗 是浦城的董事长这江董呢 还跟别人借钱来给他出国读书啦 这真是吉一相听耶 不是他自己有钱 他去借了 你说我现在 我现在手上几千万几亿的资产 你现在出国读个书 我拿个一两百万给你那算什么 对不对 但是自己也没钱 那听 因为是听他讲的我也不知道 是刘董 我们完全是看刘董自己讲的 刘董自己学的当年 搞老板才知道原来他也是要去跟他 借钱来给他去读书的 江董去借了钱来提供刘董 好感人喔 所以 哇 刘良伟后来到浦城去上班 为了是什么你知道吗 还这份情吗 其实他并不真的在意那个总经理的位置 对 他是要还这份情 还这份情 懂 对江董的那份情 对 还这份情 而且刘良伟他自己在美国 他其实有在创业 他自己有开公司 可是他公司是被鸿海给收了 懂了 对 所以其实刘良伟也欠鸿海一份情 因为当年他刘良伟在美国公司 鸿海 对不对 郭台鸣也把他公司直接收购了 懂 那当然收购可能价钱不错啦 等于说也是就了刘良伟一把 所以刘良伟基本上就是欠了江长安一份情 所以去浦城 他也欠了郭台鸣一份情 所以他又去了鸿海 对 所以在浦城他四年是怎么样 还江长安的情 懂 然后到鸿海也是要再还郭董的情 哪知道这一还 就变董事长了 对 原本只是当特助 对 还完之后现在变董事长了 然后怎么样 他为什么接董事长 因为让郭台鸣好好去选总统 但是其实我们说真心话 刘良伟也是把这个企业也是治理的 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刘良伟现在来了对不对 他现在搞一个MIH大联盟 所以我说你要做股票 你要跟着台青交成顶尖学霸来做 是 你看到说今天刘良伟也是电子物理系出来的 对 江长安也是电子物理系出来 你知道我们台湾科学园区这边 就是一堆台大清大交大 成大 顶级人才 出来上班的公司或者创业的公司 对不对 当年施政隆也是交大的 曹新城也是交大的 他们有个交大帮 清大有没有清大帮我不知道 我说我是清大的 是 好来 好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跟你讲说 刚你听到我讲 这一个浦臣 刘董跟江董的情侶关系 对不对 现在呢我跟你讲说 刚刚跟你讲说浦臣是比亚迪 成分高 对 然后现在的刘董 他又从浦臣来到鸿海 对 那他跟浦臣 还有没有情谊 有啊 他跟江长安有没有情谊 有啊 但他还有啊 对不对 所以那现在鸿海在搞MIH大联盟 又是偏车用 那你说浦臣不会成为鸿海MIH里面的一个供应链之一吗 首选吧 这我不敢讲啦 那至少有可能嘛 对 既然浦臣都可以打入比亚迪供应链的 对啊 比亚迪都能够用浦臣的东西的 对 那难道你鸿海不会用浦臣的东西吗 MIH当中还是需要用 OK好嘛 所以话我说到这 那我们回头 好 那为什么天音会被踢出去 那我就不知道了 OK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 回头来看 我们就回头来看浦臣的详细内容 好来 来 那浦臣呢 我认为它就是因为受贿怎么样 中国的车市 比亚迪这一波如果上来 那浦臣就会跟着 我们讲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浦臣就会跟着比亚迪上来 也会往上 所以那浦臣因为很多都是focus在车用产品 我们刚刚讲说车载的LED 还有车用的LCD driver 还有LED lighting 我们刚刚讲说 车子现在的大灯 百分之八九十的渗透率 已经要改成LED的 现在新车没有在用传统灯泡的 都是LED 所以在LED的驱动IC上面 车用大灯也会用浦臣的驱动IC 所以我刚刚我在那边有跟你讲 车载的LED的驱动IC 那这涵盖面也很管 车载的LED驱动IC 会用到哪边 汽车大灯 尾灯 日行灯 方向灯 仪表板指示灯 仪表背光灯 一台车上有多少的灯 它全部都要用到 对 好 那我们从产业面来看 那现在公司要看好怎么样 第四季 我这两天我跟你讲产业的时候 我是跟你讲说 美国 欧洲 中国 我说现在三分天下 美国利率高 欧洲现在有战争 对不对 真等的因素 现在就是车 中国的车市 在第四季还会看好 为什么 我说华人 导播回来一下 我说华人现在 大家都会在新年 对不对 农历年的时候 不管有钱没钱 达宗连充胖子 都要用一部好车 开回家 一锦还乡 是 有没有 对 台湾也是啊 有 你看那些育龙 就是 Toyota 那些 是不是在每年的1月 12月1月交车的旺季 对 双逼都是啊 OK好 所以这一点可以证明 那公司也表示嘛 第四季 对不对 需求会增加 那你去看他 10月营收刚公布 10月营收公布 月增8% 是 那估计11月 还有什么 还有可能再月增 因为第四季会更旺 对 所以这个 10月 11月营收 保守估计 月增10%以上 应该也是有机会的 那他们看好连续两个季 两个季度 对不对 连续季增两个季度 对 那 现在的浦城的IC 不是投连电 就投台积电 那我觉得 投连电台积电都有可能 OK那不管投连电 投台积电 反正车用这种IC 不需要先进制程 当然如果是投台积电 怎么样 也许品质会更稳定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这边说 两大客户就是比亚迪跟未来汽车 都是大陆的电动车长康 对 好那到明年呢 我觉得EPS 2.8到3 我觉得到3.5都有可能 如果明年 比如说比亚迪的电动车效量 能够再创高 再创高的话 那再遇到大陆 如果说明年能够复苏起来 是 我觉得4块都有可能 对不对 那我们想说 如果你就一个 成长性的企业 好 你知道吗 我最近看到 国泰的一篇 关于电源管理IC 哪一家我就不讲了 好 我懂 电源管理IC 就那一家而已 对 你知道吗 他说 那一家电源管理IC 明年呢 因为今年他只赚1块 2块而已 可是他明年上看多少 6块 那代表说 他认为他明年会成长 比如说 今年1块 明年6块 会增加5块 他说这种高度成长的话 本益比给50倍都不为过 这国泰喔 国泰的研究报告喔 那 如果这样成长有50倍 就是5倍给50倍本益比的话 那 所以他就说 那50倍本益比 那明年赚6块 50倍本益比 那就是多少 300块 哇 我讲的是那一档 我讲的是那一档电源管理IC 我知道 可是你回头来 如果是普成 好 我们讲说他今年 刚才说保守估2.5到3 今年的普成 我们刚刚看前三季 0.3 对 到下一季 下一季好 运气好 0.2 好不好 那全年0.5 如果今年0.5 明年到3块 不要说到4块了 就3 一样6倍 好6倍 那6倍我给你50倍本益比 对不对 好现在才30块 对我给你50倍本益比 OK 现在才30块的股票 对不对 那50倍本益比 那现在是 如果3块 哇这不是150了 对啊 好啦我们谦虚一点 100块 好不好 不要50倍本益比 20倍本益比 好 326 20倍本益比 3块钱20倍本益比 那60块 60块 那现在普成股价多少 现在30块 先翻倍 对 所以 这是最保守保守保守的 一个推移 我是觉得说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 已经赚钱了 再赚钱都没什么了不起 嘿嘿 都是转亏为盈的 那才有暴冲力 对那暴冲力 所以 我认为普成 他应该就有机会在 接下来的电动车时代 嘿嘿嘿 因为现在什么NBPC 当然D世界也不错 可是因为消费电子 筹码太乱了 懂 那如果未来车用的IC这一块 对他公司的营收占比 就这么高 那如果 现在是大陆 现在如果连 美国跟欧洲的车市景气 都回来的话 嗯 对不对 哇哦 那就是一块新南海 一块大饼 对就是一块新南海 我是觉得普成未来的 爆发力应该还蛮大的 这样听下来 各位 你其实很清楚 整个数字老师也分析的 非常透彻 然后甚至包括 他未来的一个市场性 在哪里 老师都帮大家做了完整的分析 甚至连通 比亚迪供应链当中 谁的存储最高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 我们还着重在比亚迪 对 因为他现在最主要是比亚迪 比亚迪的供应链 对那如果说 鸿海MH这一个的 他的这一个 需求又在家 设计 对不对 设计制造代工 CDMS 对 一条龙 一条龙也起来的话 那我认为他应该也会吃到 一部分的饼 对不对 鸿海订单 就我们刚刚分析 姜董跟刘董 姜长安跟刘良威的关系的话 我认为很有 想像空间 这个机会 再加上他确实也已经 在接比亚迪的单了 不用再通过验证这件事情 懂 没错 好 各位 这样子有概念了解了 其实老师今天漏很多 这一集又是很精彩 对啊 超级精彩的 有机会的话 产生的分析还要分析到 大学同学之间的 对啊 情谊 对 对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给姜董看看 给刘董看看 看看我们老师做了多少的 研究功课 好 来 各位好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对产业 有更多的了解 你想要听到产业背后的故事 你想要对这些产业 背后他们这些经理人之间的故事 那老师会尽量在我们的这个 层层聊产业当中 挖给大家听 好了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加入我们的赖群座小老鼠 H I H 8888 再次感谢老师 你刚刚这样讲我又突然想到了 又有梗了 老师 那是不是我们还要再开一个 节目叫做 古海大丈夫之产业 挖挖挖挖 对啊 老师我们真的都是在一直挖 帮大家挖出很多你不知道 但是听完之后 哇 好精彩啊 好啦 我们下周见吧 OK 拜 拜拜 再见